Leo聊世紀 甜甜的東西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亞美亞人對上朝鮮人 這一場比賽是軍閥三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Viper對上Savastin Savastin是選擇了亞美亞人 Viper選擇了朝鮮 先來介紹朝鮮這個文明 朝鮮它的特色是它的海軍單位 有這個木材的前面 那它的陸地單位也是 但是工程器卻沒有 那它的劍塔是會自動升級的 挖石頭速度會比其它文明更快一些 朝鮮人它的打法比較偏向你攻兵路線 騎兵跟步兵都沒有三攻的問題 所以傷害會有點差 很容易打輸對手 而且它的落馬雖然有大落馬 但是它沒有三級馬卡 也沒有三攻也沒有品種 所以用起來會有點尷尬 攻兵路線它還有免費的攻兵鎧甲 所以它打火槍或是槍武 成型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接下來看一下亞美尼亞人這個文明 亞美尼亞人最大的特色是它的羅車 研發與科技都可以獲得40%增益 例如伐木科技、挖金、挖石都有加成40% 亞美尼亞人它的打法比較偏向於工兵跟步兵路線 雖然騎兵路線也能打 但是沒有三級馬卡 比它的工兵跟步兵路線稍微弱了一些 那工兵路線沒有強奴的部分 所以它的射速會稍微慢一點 寶兵單位也是如此 那後期亞美尼亞人沒有工程、工程師 也沒有火砲的關係 所以它工程方面是非常薄弱的一個文明 但是有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森旅是全滿的 所以它的後期森旅是非常強大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會怎麼打這一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中間有非常多的礦 上面還有兩隻天空熊 那Riper這邊是打了一個20匹加4 伐木一樣5個人伐木 後面補到了10個人 把這個碼頭呢 補了兩個開始要來蓋船 那朝鮮人戰船部分 前期只有木材節眠的費用優勢 亞美尼亞人是戰船 會多射出一發箭矢 這個山岸可以擊殺城塔 往往可以打出海戰優勢 那銀冠技術點下之後 還可以讓爆破船的爆炸範圍 再增加20% 所以亞美尼亞人算是一個海軍霸主的文明 雖然陸戰不是那麼的強勢 但是海軍是真的強 好那亞美尼亞人 這邊是已經補到了5艘戰船 朝鮮這邊只有3艘 兩艘4艘從下面開始走 一艘放在家裡 亞美尼亞人這邊是補了4艘戰船 但是這邊偵查到了 過來之後 這裡只有兩艘 肉馬直接上導偵查 好 漁船只能撤 戰船數量相打不贏 好 但這兩艘已經準備來到中間的位置 既然戰船只能逃跑 Viper這邊很想要避戰 好 先射掉了一艘 兩艘 三艘 四艘 四艘 四艘漁船 全部吃乾抹禁 好 這是三艘戰船 被五艘戰船追著打 現在暫時 Viper 還有這個漁船的優勢 還有兩台活了下來 好 Viper這邊準備升城堡賽了 亞美尼亞人 現在有來到14艘戰船的 哇靠 數量 這個數量有點誇張 好 這裡有一個火彈船 過來支援一下 是一隻繞幹的火戰船 這個戰船才對 唉 結果這個戰船過來沒有反擊啊 選擇了原地開射 那戰船部分 Viper這邊是點刀城堡賽 有打算繼續打戰艦嗎 直接鬼轉 龜甲戰船 龜甲戰船這個單位 防護力非常高 他的定位比較算是坦克定位 那這個坦克呢 是比較 笨重一點的 這個移動速度很慢 血量比較多 攻擊力50 但是他一般的戰艦來說 遠防是6點 穿甲是6點 但是龜甲船就只有5點而已 他只是血量多而已 所以在實戰中來說 用龜甲船 想要反制對手 稍微還是 是能用 但是只有在前期的部分 到中後期 可能傷害 對方傷害起來之後 這個防護力 就會顯得比較薄弱一點 好 二級射點下 待會牛炮戰船出來 龜甲戰船可能就沒有辦法有主動權了 這邊戰船稍微想要去後面 偷射村民 再是塞巴斯丁 這邊村民控制的蠻漂亮的 暫時沒有受到太多的騷擾 好 島上3TC開農起來 VIPER的拿手好菜 3TC開農就對了 好 弩炮戰船還點不下去 現在有點尷尬 好 繼續拉打 唉唷 戰船都有點殘血了 好 點下手推車 VIPER這邊經濟打一個最細 停戰船 然後開農 好 VIPER總是會用一些 吉特打法去反制對手 好 戰船部分兩艘損失掉 VIPER要繼續出龜甲戰船嗎 好 這邊點了一個守推車 亞美尼亞人 這裡沒有現身奴炮戰船 開始在拼經濟 但是沒有開TC 沒有開到3TC 雙TC 雙TC而已 第三個TC要補拿了 感覺補這裡比較好 但這裡有一堆防止 好 VIPER這邊直接騎塔防守 先把經濟農起來 來 待會再鬼轉 回去打這個海戰 那 亞美尼亞人 現在有這個海軍的優勢 漁船可以再稍微補一下 好 現在這邊點下了一級射 待會二級射補下 就可以讓尖塔射得非常遠 那邊應該會先點帝王 帝王先點完之後 上帝之後再決定要怎麼打 好 電用時代 點下之後 點補下二級射 左邊補了一根城堡 想要在這個宅口部分 去補下自己的碼頭 重新鬼轉海戰 好 VIPER這邊拉了非常多隻的村民 直接蓋一堆碼頭 六個碼頭 好 這個鍵塔要趕快蓋 燈旅著想 申取一下時間 鍵塔蓋好 換機回去 爐炮戰船 跟彈道學 還有帝王世代也提升上去了 好 塞巴斯丁這邊是先升到帝王世代 但帝王世代升上去 這裏是比較尷尬的 有點亞美尼亞人 然後他沒有這個火炮戰船 但是他有投石車戰艦 這個德羅蒙戰艦 所以這邊要趕快造這個德羅蒙戰艦出來 去拆掉這些建築物 好 VIPER升到帝王世代 馬上補下了造船術 造船員 三級射 化學 這些海戰科技全部都點滿 好 讓這個大型建塔的傷害也來到最高 8加3的傷害 盧炮戰船來到了16艘 好 德羅蒙戰艦兩台在後方 又要來攻城了 OK 重新盧炮戰船也升級好 好 先點下了銀罐技術 一成 讓這個劍塔的射程變得非常遠 這樣子德羅蒙戰艦 如果沒有點下銀罐的話 就會被射 好 傷害來到了18加5 欸不對喔 他點下之後也會被射喔 德羅蒙戰艦 點下銀罐技術也是12加1 13點射程 好 那這邊要防禦這個大型建塔 就只能靠巨型頭司機了 射程是非常遠 好 右側有一波小打鬥 現在Viper還沒有升級到奴炮戰船 呃 重新奴炮 現在傷害有點差強人意 好 傷害上去了 8加4 好 結果這裡有一波登島 這個登島 稍微讓薩巴斯丁有點受傷 好 Viper 這裡的馬戰車被解決掉 打村民術 75村打109村 Viper 這邊再打出了 經濟差出來了 31 這裡也28 經濟差距大約3000左右 好 牙命牙人也點下了銀罐技術 現在海戰部分 Viper 暫時 有呼吸了 好 稍微能打 好 這裡21個 重新奴炮戰船 然後後面投車車 戰艦傷害實在太高 好 德羅蒙戰艦 終於有機會可以輸出這根城堡 紅炮戰船 想要輸出 但是被反打回去 後面這些奴炮戰船 但是沒事做 這根部份 現在Viper的壓力還蠻大的 結果這邊有一波登島 那朝鮮人的投石車 射程是最遠的投石車文明 這要是 轉出 槍頭 應該是蠻強的 槍頭配劍塔 打一個雙向進攻 似乎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好 現在Viper也升級好了 金瑞火炮戰船 傷害來到60點 好 但是正面的戰機數量有點不太夠 Viper這邊開始登島 插劍塔 一步一步慢慢升插進去 想要控制島上的資源 那這樣地圖 整個本島上的木頭 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如果塞巴斯丁上方的木須沒有拿回來 經濟木材就會變得很差 Viper這根城堡應該是修不回來了 好 一直修 一直修 但是 這裡德龍蒙戰舰的數量實在太多 稀騷啊 搞定了 好 但是劍塔一路一路升插進來 斯巴斯丁家裡 沒有產巨頭 但是Viper早就已經預備好了 欸 還是有一台 我們有繼續產啊 好 但是巨型頭斯丁會被火炮給反制 再一炮就要被打掉 救得回來嗎 可以 好 戰艦部分現在正面城堡被拆掉 海戰部分稍微有點岌岌可危 把這個戰艦拉回來防守 好 點下火箭技術 這樣劍塔打床劍的傷害就會變得比較高了 好 中華技術也補一下 火炮再多按個幾台 好 現在左側的劍塔也被拆光 那Viper極力想要挽回局勢 左邊的戰艦突然大爆發 Viper突然要拼海戰了 海戰數量開始慢慢數量有贏對手 納美尼亞的德羅蒙戰艦全部被拆光 現在島上的局勢 兩台火炮好像被控死 欸 怎麼死了呢 這個好像被吸引到了是不是 被村民吸引過去了 然後Viper在專心打海戰 我陸戰的部分也出了一點問題 好 這邊射箭場轉出 是要轉強奴進攻嗎 沒想到我Viper打朝鮮 這邊是打了一個雙線進攻 海戰跟陸戰 都打一個登島戰術 正面的部分 現在薩巴斯丁 還是有礦產支援的優勢 空間這些礦 還是可以爽爽的去開採 好 在Viper這邊 下方戰艦有點小小失誤哦 好 這邊看到 大家把戰艦往回拉 好 戰艦數量剩下少量幾勢 雅美尼亞人 戰艦數量再繼續想要BH起來 但是現在木頭量有點太夠 這個是雅美尼亞人最後的木頭墟啊 還有這一序 但是現在能挖的箭塔越來越少 塞巴斯丁寸 數量只剩下93寸 雅美尼亞人轉出了馬鎧 想用騎兵去反制這些嗎 但是島上的火槍兵準備出來了 欸 結果Viper怎麼火炮都送光了呢 這一波工程看起來有點小小失敗 好 雅美尼亞人 這邊是上島 再繼續補 復活的攻擊手跟新的城堡 Viper這邊上島則是補了兩根大型箭塔 然後繼續控制島上更多的資源 好 用箭塔趕快反制 火炮斷船趕快輸出 村民趕快收村 好 現在島上礦產資源沒有辦法正常挖掘 只能稍微發呆 不然村民會一直被大型箭塔給射掉 好 現在兩頭燒 左邊大型箭塔還在燒嘍 正面部分也是有點岌岌可危 大型箭塔居然 也居然無視大型箭塔 想要從右邊進攻 別被大型箭塔給勸退 好 火炮戰船數量來到了 這六燒啊 這個數量是真的多 好 戰船數量開始慢慢變少 好 火炮戰船數量 剩下五台 但中間這根城堡也順利拿下來了 好 目前島上的問題 暫時不會有事 但重點是本島呢 自己的本島要是被拿下來 就有點糟糕了 好 RIPER 補了兩根大型箭塔 想要守住一下這裡的墓區 好 這些巨型投射機也出關 好 這裡要是再補一些大型箭塔的話 那 RIPER 下方就有火炮戰船的 輸出空間了 因為上方這邊要輸出到後方的巨型投射機的話 這裡很容易就被反擊回去了 所以下面能夠拿下來的話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RIPER 果然 鬼轉下方戰線 排戰部分打得是非常驚險 好 成功拿下這個巨型投射機 島上的大型箭塔 暫時就沒問題了 好 後方就補了一個 大型箭塔跟工程機製造所 在薩巴斯汀島上村民 沒有辦法正常的工作 火炮戰船 直接打爆羅車 好 這裡島上的村民 沒有辦法繼續工作了 但是薩巴斯汀反而家裡這邊做得很好 RIPER 這邊一直在送村民啊 哇 點了伐木之後沒有按採礦營地 結果臭名全部送光了 採礦營地 是按這個伐木場 好 暫時 本島的問題不是太大 但是薩巴斯汀經濟明顯是落後的 已經支援落後了1萬億的支援了 IPER的火炮戰舰也開始越來越多 好 左邊這個木區 最後被IPER給抓到 薩巴斯汀這樣還能繼續打嗎 木材量已經岌岌可為了 剩下400度而已 好 上面3台火炮 中午拿掉這座城堡 火槍也順利的殺了回去 最後的海戰 看起來是擋不太住 火炮還幫忙輸出一下 自爆船過來炸一波 結果炸了個空虛 IPER這一波散戰劍散得非常漂亮啊 把所有的自爆船全部給躲掉了 好 三八四英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VIPER出了134艘的 弩炮戰船 那亞美亞人是107艘 戰劍有體質上的優勢 輸出上的優勢 但是卻打不贏VIPER的戰劍 火炮戰船 加上大型劍塔的連攻模式 封鎖你島上的經濟 讓你提早打出GG 這個想法是非常好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